有关功与能第二部分的练习题 我们看17题 质量600克的物体 本来速度是10向东 受到向北的定力 5秒钟以后 速度变成是20往东北 那问你 外力对物体做工是多少 本来一个物体 如果这边有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本来有600克 所以有0.6公斤 那它本来速度是向东的方向 速度是10 结果受了力之后 经过5秒钟的时间 它变成速度往东北的方向 速度变成是20 那所以受了力 它速度变了 从10变成20 当你速度有变的时候 表示你动能有变 那做工可以变成动能 那整个速度从10变20 虽然方向不一样 可是整个我们在讨论动能的时候 跟方向没有关系 所以动能做工等于两个动能的差 或者我就直接写K2减掉K1 把后来的动能减掉原来动能 两个动能相减 整个动能的差 那这个动能的差就是它 施力对物体所做了工 所以后来的动能 2分之1m质量600克 有0.6公斤 速度后来往东北方 可是速度的大小是20 2分之1mv平方 这20的平方 这个是后来动能 我把工一式提出来 减掉2分之1m 原来速度10的平方 因此我如果这样子写 0.6除2 0.3 乘上 这20的平方是400 减掉10的平方是100 400减掉100 所以有300 所以有什么 90交二 因此你施力做工 虽然方向不一样 可是整个做工 是等于90交二 所以这个是17题 这一题主要在讨论 当我运动方向虽然不一样 可是在讨论动能的时候 动能跟方向没有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看18 质量10公斤的木块 在斜面底部 如果我现在这边 整个有一个斜面 这个斜面 题目说斜角37度 37度的斜角 在这个斜面上 质量10公斤的物体 这边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质量10公斤 从底下滑到上面 一开始速度是10 所以一开始V0 一开始速度是10公斤每秒 然后滑到最高点以后 结果如果题目说摩擦系数μ 等于0.25 但我们说 从底部滑到最大高度的过程里面 重力做工和摩擦力做工 这两个大约几比几 我们从底下滑到上面 当我滑上来 假设滑到这个地方来 那到最高点呢 它速度变成0了 这个你到最高 速度变成0 所以如果移动的距离 假设移动低的距离 那这时候整个高度h呢 h等于什么 垂直高度 是等于我的移动的距离 从底下移到上面 d乘上37度的对边 sin37 从底下移到上面 我的高度增加了 sin37 3分之3 所以有3分之3低 所以整个重力做工 整个重力做工 比上摩擦力做工 我f代表摩擦 这两个一比等于什么 重力做工 重力向下 质量m 重量mg 移动的距离 移了垂直高度h 可是重力向下 高度上升了 所以重力做工是负的 像一个负的mgh 这是重力做工 摩擦力做工 负的摩擦力等于什么 这里质量如果m 那重量就是mg 垂直压在斜面上 有个正向力n 那这个正向力n 我要先知道正向力n有多大 n等于这个角度37度 所以我知道这个斜角也是37 所以正向力等于什么 37度的0边mg 乘上cos37 等于cos37 5分之4 所以是5分之4mg 这个是垂直压在斜面上的正向力 那因为有正向力 所以才产生了摩擦力 摩擦力 f等于m乘n m摩擦系数 题目说摩擦系数0.25 n5分之4 0.8 m质量10公斤 g如果重力加速度是10 那这样乘起来 f摩擦力等于 实乘是100 乘0.8有80 再乘上0.25 4分之1 所以有20 所以摩擦力 20牛顿 所以这个摩擦力 从底下滑到上面 这个摩擦力是20 位移呢 从底下移到上面 移的距离是移低的距离 这里等于 f的mg m是10公斤 g重力加速度时 垂直高度h h是5分之3低 这个是重力做工 这个我括号起来 这个重力做工 比上摩擦力做工 负的20低 因此等于什么 两边的低我可以消掉 负号我可以约掉 因此10乘10 100乘以0.5 乘以0.6 所以等于60 比上20 等于3比1 这个是整个重力做工 比摩擦力做工 等于3比1 这是18 接下来19提 19提 质量10公斤的木块 本来一开始 速速是2 向右滑出 那滑了5公尺之后 停下来了 木块一开始 它有速度向右 所以表示 一开始它有动能 动能多少 1k等于2分之1mv平方 所以等于2分之1m 质量10公斤 速度一开始是2 向右边 所以2的平方4 整个乘起来 40除以2 20 所以一开始 整个动能有20焦耳 可是因为中间 整个过程有摩擦 所以滑了5公尺之后 停下来了 所以表示 你一开始的动能 是被摩擦力做工消耗掉了 因此摩擦力做工多少 我这里写加号 把一开始的动能 再加上摩擦力做工 最后整个等于0了 那所以摩擦力做工 就等于负的动能 等于负的20焦耳 也就是说 一开始本来有动能20焦耳 可是中间在滑动的过程速度越来越慢 所以它动能越来越小 最后到了末数 停下来末数等于0 因此中间滑动的过程 它的能量慢慢慢慢消耗 所以摩擦力消耗能量 一开始有20焦耳 最后总共消耗了20焦耳 所以最后变成0了 所以摩擦力做工 等于所消耗的动能 摩擦力做工 等于所消耗的动能 我也可以这样写 所以摩擦力做工 F等于整个动能的变化 K2-K1 所以后来动能是0 原来动能是20 所以有负的20焦耳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是整个19题 20题 有一个10公斤的炮弹 本来一开始速度是60 射入墙壁之后可以射入60公分 问你整个炮弹 它平均处力有多少 炮弹一开始速度是60 有速度 所以它一开始有动能 那炮弹的动能呢 1分之1 M炮弹质量10公斤 速度60的平方 所以1分之1MV平方 一开始动能 60的平方3600 乘以103600 除以218000 所以有18000焦耳 这个是一开始的动能 那这个动能 一开始18000 可最后停下来了 为什么停下来 因为整个炮弹 钻入墙壁之后 受到墙壁的阻力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整个炮弹 整个所受的阻力 阻力所做的弓 让你整个动能有变化 所以等于ΔEK 所以所做的弓 等于你的阻力F 乘上位移60公分 有0.6公尺 力乘以位移 这个是做弓 可是阻力是阻止的 所以整个阻力做复弓 所以我这里加负号 等于K2-K1 后来动能 减掉原来动能 最后停下来 所以最后末数是0 最后的动能是0 减掉原来动能 有18000 所以这时候等于 整个阻力做复弓 有负的18000焦耳 因此F等于什么 两边负号消掉 18000 除以0.6 所以等于3万 因此等于 3乘以10的四次方 这个是阻力 有3乘以10的四次方 牛顿 所以这一题C的答案 第21题 某一个物体在光滑水平面上 由镜子受到一个便利作用 那力跟时间的关系 F等于3T 如果物体的质量有5公斤 那现在问你 作用6秒以后 物体的动能会有多少 这里我们首先先看到 因为它受的力是一个便利 力不是固定的 F等于3T 所以我们首先先看看 如果我现在FT图 我们来看看力跟时间的关系 它的力是怎么作用的 F等于3T 0秒的时候F40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相互你6秒钟以后 6318 所以这个下来 这里6秒钟的时间 结果对过来 F这边有18牛顿 所以现在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FT图 这个图形下的这个面积 等于整个动量变化 我们说力跟时间 关系图 图形下的这块面积 这个叫冲量 也等于动量变化 也就是说什么 后来动量 减掉原来动量 所以整块面积有多少 这是一个三角形面积 6秒钟里面 底是6 那整个高是18 底层高除以2 这整块面积 面积等于质量 M5公斤 速度 后来速度V2 原来从镜子开始 原来是0 因此 18除2 996 54 所以这里 54 等于5倍的V2 所以 我知道 V2 速度 我6秒以后的速度 有多少 有10.8 所以是10.8 公尺每秒 所以6秒以后 动能知道了 原来镜子 原来速度是0 后来速度是10.8 所以 后来动能呢 1k 会等于 1 2 MV 平方 所以 等于 1 2 M 质量 5公斤 速度 10.8 的平方 所以 这些 整个 乘起来 如果你没 乘错 应该是 291.6 销2 这个 是 第21题 C的答案 22题 如果 一个物体 它动量 变成三倍 问你 动能 变成几倍 所以 动量 P 等于 M 乘以V 所以 速度 V 是什么 V 等于 把动量 除以质量 除出来 这个就是速度了 所以 整个 速度 如果 动量 变三倍 那 动能呢 EK 等于 二分之一 M V平方 这个是动能 那 所以我算动能 直接 二分之一 M 可是 速度是什么 速度是P 除以M 把动量 除以质量 这除出来 就是速度 速度的平方 所以 整个 EK 动能 如果 后来的动能 EK2 比上原来的动能 EK1 两个动能的比 都有二分之一 都有M 可是 后来动量 是原来三倍 所以动量三倍 质量M不变 因此 平方 这样子 二分之一 原来的M 那我原来是一倍 所以质量M的平方 这里 一堆东西约掉以后 你可以看到 什么 二分之一 消掉 M 消掉 这个分母M 也消掉 所以三的平方 339 所以9比1 所以 当我动量三倍 我的动能 就变成原来的 9倍 所以22题 C的答案 23 质量1500公斤的一辆救护车 本来它动量是45000 那往前开 问你救护车时速多少 那这里我知道 那这里我知道动量等于 等于什么30 所以30公尺每秒 这个是秒数 那时速怎么办 时速 这个是一秒钟走的 时速呢 直接乘上一个小时走的 那一个小时有3600秒 所以直接换成公里 直接30 我说直接乘上3.6 这个就乘起来直接变成时速 所以这个时速有多少 108 公里 每小时 所以时速108 第一小题 这个1的答案 再来第二小题 整个救护车动能有多少 救护车的动能 动能1k 等于2分之1 mv平方 所以这个动能公司 等于2分之1m 质量 1500公斤 速度 刚刚速度是30 所以秒数30的平方 因此等于2分之1500 乘上900 所以这个算出来 如果你没算错 675000 675000 所以这一整个等于什么 6.75 乘以10的 5次方 交二 这个是整个救护车的动能 所以这一题 1 2的答案 第2四题 质量 M的物体 沿着底面长度是L 这个底面长度 如果它是L 底下这个底边 那现在有不同的 不同仰角的斜面 ABC三个斜面 那从斜面上我们看到 ABC三个相对应的角度 C1大于C2大于C3 那现在要问说 如果从上面滑下来 摩擦力做工 因为不同斜面 有不同的摩擦力 有不同的位移 结果从上面滑到底下 摩擦力做工 整个究竟C比较大 W1 W2 W3 这里我们先看 如果我现在这里是一个斜面 这个斜面斜角是C2大角 那一个物体质量M 它是重量垂直向下MG 那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分成 有垂直斜面的力 和平行斜面的力 垂直斜面的这个力 我们叫做正向力 平行斜面的 我把这个力叫做下滑力 那现在从上面滑到底下 题目要问你 摩擦力做工 摩擦力是什么 摩擦力F等于μ乘N 相同的摩擦系数 如果题目说 物体跟斜面之间 它的动摩擦系数 摩擦系数一样 所以μ相同 因此N正向力 我这个夹角是它 这个夹角也会是C 因此N等于什么 N正向力是重量MG乘上 θ的零边 所以MG θ零边乘上cosθ 这个是整个正向力 因此摩擦力F等于μ乘上N mG乘以cosθ 这个 所以整个摩擦力 这样算出来 那有了摩擦力之后 从上面滑到底下 这里三个不同的斜面 可是斜面有多长 题目我知道的是 底边长度是L 因此斜面的长度 假设斜面长度是X 那我现在 把L底边乘上 底边比上 斜面长度 如果X 把L比X相当于是什么 零边比上斜边 这是θ对θ而言 把这个就是cosθ 因此斜面长度 X有多少 X是不是就等于 L除上cosθ 做功 W等于F 乘以S 摩擦力F乘上整个位移S 从上面滑到底下 F等于μmg乘以cosθ 可是S呢 可是S呢 位移就是这个X 那这个等于什么 L除上cosθ 就等于cos跟cos约调 μmg乘上L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μ摩擦系数一样 mg整个重量一样 我底边相同 虽然不同斜面 可是你发现 跟斜面长度无关 跟斜面的斜角已经没有关系了 只要底边是一样 那你整个做功会一样 因此 怎么做功 三个不同的斜面 它做功会相同 所以 朱的这个答案 W1等于W2等于W3 这三个是一样的 这是24题 再来第25题 挺挺40牛顿的力 在光滑水平面上 推一个2公斤的物体 如果这个物体质量 2公斤 那斜面斜角 是按7度 我如果木块移动6公尺的话 整个往前移动了6公尺的距离 那问你 拉力做功有多少 做功等于什么 做功W等于fs f乘上s 可是D跟位赢 我们要考虑什么 它们之间的夹角 所以如果以向量而言 fs历程位移 把f乘上s 乘上它们之间的夹角 cos37度 因此 做功 f有多少 拉力10牛顿 s位移 位移有6公尺的位移 可是它们之间有37度的这个夹角 所以乘上cos37 因为在光滑面上没有摩擦 因此我们不考虑摩擦力 所以10乘6 60乘cos37 可算37 4分之4 0.8 因此一乘 6 8 48 有48 焦耳 所以 整个 拉力 拉力做功 48焦耳 这是25题 第26 如果我现在两公尺长的绳子 我一端细着一个两公斤的钱块 那一秒钟 使转转十圈的速度 那现在每转一圈 向心力做功多少 当我在做圆周运动 它现在绳子绑着做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转圈圈 随时都有个力 叫做向心力 可是当你在转动的时候 你的运动方向 速度是沿着切线方向 你的位移是沿着切线方向 可是我力是向圆心 因此在任何时候 你的力向心力 永远都跟你的运动方向是垂直的 因此在垂直方向 你的施力是不做功的 所以在转圈圈 等速率圆周运动 它只有向心力 只有向心加速度 在任何时候 你的加速度跟你的运动方向 永远垂直 你的施力永远跟运动方向垂直 因此我们说 向心力它不做功的 所以这一题 C的答案 第二七题 夏里有关物体在做直线运动的关系里面 从T1到T2的时间 有哪几个它动能会是增加的 我们说动能 1分之1 MV平方 当你动能会增加 因为质量不变 所以除非你的速度增加 那这几个图形里面 质位置时间图 你一定要写直线 所以质是什么 位置在稳定增加 因此质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当你质等速度运动的时候 速度就不会变 因此质的动能不变 以速度直线增加 所以速度有增加 所以乙是一个 乙是等加速度运动 乙的动能会增加 所以乙这个动能又增加 那丙速度在减少 所以丙当你速度减少的时候 你的动能就跟着减少 因此丙速度减少了 你的动能也跟着减少了 那丁是在做等加速度运动 既然是等加速度会直线增加 所以等加速运动 你的速度又增加 所以你的动能会增加 所以丁这个动能又增加 因此整个动能会增加的 那就只有谁 乙跟丁两个 所以这一题 B和书的答案 第28题 丁丁对一个镜子 在光滑水平面上的木块 做工W 可以让木块的速度增加变V 这里他做什么 一开始 整个木块 一开始速度本来是0 因为从镜子 那经过做工W之后 他速度变成了V 那现在他问说 如果丁丁继续的木块做工 我要做多少工 这时候可以让他从V 变成是3V 所以这里要问 我如果原来第一段 从镜子速度变成V 因此呢 我们说做工 等于动能的变化 所以等于后来的动能 减掉原来的动能 所以做工W等于什么 因为速度变成V 后来动能 2分之1M 乘以V的平方 是后来动能 减掉原来 镜子 所以原来是0的平方 所以表示我做工W 等于 2分之1M V平方 这是一开始原来做工W 有这么多动能 那现在我新的做工 假设我做新的做工 做工W1 等于2分之1M 我后来速度是3V的平方 这个是我最后的动能 可是我原来是V平方 所以后来动能 减掉原来动能 等于2分之1M 乘以3V平方 就变成三三九 所以9V平方 减掉V平方 有8V平方 因此等于什么 有8倍的2分之1MV平方 那刚刚说 2分之1MV平方 是W 所以等于 有8倍的W 所以如果要从V 再变3V 我要用做工 至少要做工 8VW 第29题 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 在水平面上 质量10公斤的木块 本来速度是10 往右移动 在一个水平面上 这样一个物体 这样一个木块 本来质量有10公斤 可是它本来速度 是10公尺每秒向右 就中间滑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产生热能 产生的热 等于320焦耳 那物理 当我滑过来之后 我的速度变成了多少 假设速度 后来速度是B1 所以这里整个 我们说摩擦生热 当你摩擦生热之后 让你的速度减慢了 你动能减少了 所以整个做工 等于整个动能的变化 ΔEK 也就是说 把后来动能 K2减K1 所以做工 W做工做什么工 摩擦力生热 所以整个摩擦力 做复工 才会产生热 所以做复工 320焦耳 等于 1分之1 m 质量10公斤 乘以速度 后来速度不小的 V1的平方 减掉原来 10的平方 所以把后来速度平方 做2分之1 V平方 后来动能 减掉原来动能 等于 这里 我先约掉一个0 2乘过来 数就负64 所以 V1平方 减掉10的平方是100 所以一过去 V1平方等于 100减64 等于36 因此V1速度 6公尺 每秒 所以 当我最后 我摩擦生热 产生了320焦耳的热能 表示我摩擦力 做复工 -320焦耳的 做工 有-320焦耳的能量 所以整个速率 就减少了 因为你动能减少了 所以V等于速度 是6 这个29题 再来30题 有AB两个物体 A的质量是B的两倍 可是B的速度是A的三倍 因此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 AB是两个 质量A是B的两倍 所以B如果有一公斤 我假设B有一公斤 那A是B的两倍 表示A是两公斤呢 那如果B的速度是A的三倍 速度B是A的三倍 如果A的速度是1 那表示B的速度是三倍 是3呢 因此A的动能 EK A的动能 比上EK B的动能 两个动能 等于2分之1 MV平方 A 2公斤 乘以速度 1的平方 这是A的动能 比上2分之1 M B质量 1公斤 乘以速度 V3的平方 因此 两个都有2分之1 把2分之1约掉 2乘以1的平方 前面以向是2 1乘以3的平方 339 所以两个A的动能是2 B的动能是9 所以A是B的几倍 2除以9 9分之2倍 因此A的动能是B的 9分之2倍 这一题 猪的答案 31题 一个人用绳子 拉着一个10公斤的物体 让它等速度前进 那如果地面上摩擦系数0.2 拉力跟水平夹角45度 那现在要问 如果前进30公尺的话 人对物体要做多少功 这里 我们如果看 一个水平面 假设这个水平面 有一个10公斤的物体 那我现在斜着拉 跟水平夹角45度的方向 因此 当我拉动的时候 我有一个水平力 F 我假设施力是F 因此水平力F 随时的力是FY 因此F 水平施力有多少 水平力是45度的零边 所以等于斜边F 乘上cos45 这个是水平施力 所以等于2分之更好2F 那垂直施力F 那垂直施力FY 等于什么 垂直的等于F 乘上sin45 所以等于还是一样 因为cos45度 sin45度都是2分之更好2 所以等于2分之更好2F 这个是垂直施力 可是垂直施力往上抬 我重量向下10公斤的重量 所以有100牛顿的力 所以重量向下压在地上100牛顿 可是我随时往上抬2分之更好2F 因此压在地上的正向力 N等于向下100牛顿 减掉向上2分之更好2F 这两个相显示合力 这个就是剩下压在地上最后的整个合力 所以摩擦力F等于μ乘N 所以等于μ 题目说摩擦系数0.2 乘上N N刚正向力是100 减掉2分之更好2F 因此量向减等于什么 100乘0.2 20 减掉0.2除以2 0.1 所以是10分之更好2F 这个是阻挡的摩擦力 所以整个有效向前 2分之更好2F 要等于阻挡的20 减掉10分之更好2F的摩擦力 因此一向过来 把2分之更好2F 加上10分之更好2F 这两个合起来等于20 因此 2分之更好2等于10分之5更好2 加上10分之更好2F 这两个合起来F等于20 因此10分之5个更好2再加更好2 有6更好2F等于20 因此F等于200除上6更好2 因此这个是整个斜45度角的施力 那这个施力 我现在问做工 做工等于F乘上位移S 那中间有夹角 cosθ 所以F多少 整个我们把数字带进去 6更好2分之200 S位移前进了30公尺 整个两个之间夹角 cos45度 因此 等于6更好2分之200 乘以30 乘上cos45度 2分之更好2 这个更好2和更好2约分 200乘30 6000 6000除以6 1000除以2 500 所以最后等于500 所以有500交二 这是这一个 所以整个对物体施力做工 500交二 这个31题 32题 质量M的物体 一开始速度本来是V 沿着斜面往上滑 滑的距离低 然后静止 接着它又滑下来 结果滑到原来出发点的地方 速率只剩下3分之V 这里 这里如果我们这么看 这是一个斜面 那这个斜面 我如果斜角 CTA讲 现在一个物体从底下 质量M 本来一开始速度是V 那往上滑 滑了一段距离D 滑上来之后停下来了 结果速度变成0 然后又往下滑 那可是当我滑上去的时候 因为中间过程有摩擦 所以摩擦力不让你往上滑 所以当我从底下往上滑 摩擦力向下 所以滑上去的时候 摩擦力做复工 再滑下来 当我往下滑的时候 摩擦力不让你往下滑 所以摩擦力向上 所以当你摩擦力向上的时候 你的位移是向下 可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位移向上 我的摩擦力向下 因此 整个全部的过程 我从底下滑上去 再滑下来 整个速度有变 本来速度一开始是V 滑上去速度变成0 再滑下来 速度变成1V 所以上去再下来 中间的过程都有摩擦 都有消耗能量 所以整个速度就不再是原来速度了 所以整个过程 问你摩擦力做复工 摩擦力做工 等于负的F 乘上位移 上去去位移是D 下来再D 所以总共走了2D的距离 因为上去的时候 跟下来的时候 摩擦力大小其实都一样 所以相同的摩擦力 可是上去D 下来D 来回总共走了2D的距离 那同时因为摩擦力 跟位移的方向相反 所以有个负号 因此等于 后来动能2分之1M3分之V的平方 这后来动能 减掉原来动能V的平方 所以把后来动能几乎原来动能量相减 这就是你减少动能 为什么动能减少 因为摩擦力做复工 所以负的 负2FD 因此 负2FD 等于 2分之1M 这里呢 3分之V的平方 就变成9分之V平方 减掉V平方 等于 负的 9分之8V平方 这就是后来动能 那两个 我把负号 约掉 所以 两个FD 就等于 这个2跟8 约掉 所以是 9分之4 MV平方 因此 摩擦力F 等于 9分之4MV平方 2D 除下来 乘上2D 分之1 因此 等于 2跟4 约掉 所以 剩下2 分子是 2倍的MV平方 分母 这边9D 所以 摩擦力的大小 有 2M V平方 除以 9D 这个 是 摩擦力的大小 这是 32D 好 整个到这边 终于结束了